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对中国大陆的了解程度很多民众自认有73%的民众认为说 其实他们对中国大陆的了解程度还是没有这么了解 而到底国人最了解最想了解中国大陆的部分是什么 我们看到其实就是所谓的大陆的经济政策导致是什么 而大陆的经济成长率的发展又是如何 从这2009年到2012年的演变起来 一直都是国人最希望能够了解的目的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大陆的现况到底是如何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立即对岸的话 总并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我们应该要去了解现在大陆市场的思维是什么 对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现在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市场 你一定要想它其实就是未来的一个新的美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去年2011年 美国的GDP总产值大概是15兆美元 中国大陆是7兆 但是所有的人包括一些大型的预测机构 都在说未来10年 甚至就是比较慢一点的说法大概15年 整个中国大陆的GDP产值会超过美国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未来起码还有8兆美元的空间的成长 那如果说你去这样的一个市场去发展 它真的就是一个向上趋势 那国人的竞争力会在哪里 对啊 所以回过头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竞争能力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前面一开始就还是说得很清楚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 是我们自己的移动能力 好 现在在全球化的市场里面 你自己可以除了我们现在本土市场之外 你可以去那边你可以做什么 你在那个环境下你做了什么 你还有具有保有新的优势 你可以继续的成长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个人在你的职场上 你自己的竞争力是要不断的提升的 而且你要有不断的调整能力 很简单 我说像我们现在所谓的TFT LCD 这个产业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接下去往新的产业走 你在这边被lay off掉之后 你可以做什么 这个也就是你自己的调整能力 所以我觉得你要有移动能力 也要有调整能力 对新环境所有的适应能力 你要不断的增强 对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这个所谓的大陆该如何发展 全球局势该如何走下去 其实台湾都是站在这个世界的中心 应该要更加了解 而这个议题要带你来关心 老青马总统在日前 他在所谓台日双方卡在钓鱼台的争议上 是争执不下的情形 但是他就是在日前的中日合约 60周年硬起来主动表示 要提出所谓的东海和平倡议 他强调从过去历史合约 钓鱼台绝对是台湾的 他也非常愿意 韩日本共享钓鱼台周遭的海域资源 台日关系号称40年来最友好 但偏偏钓鱼台谁也不想让 中日合约60周年纪念座谈会 外交部事前通知媒体 预告关于钓鱼台 马总统有重大宣言 不来会后悔 我在这个地方 要提出一个东海和平的倡议 第一 应该自我控制 不升高对立行动 第二 相关各方应该搁置争议 不放弃对话沟通 第三 相关各方应遵守国际法 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 第四 相关各方应寻求共识 研定 东海行为 准则 第五 相关各方应建立机制 合作开发 东海资源 首都提出东海和平倡议 但基本主张和平 当然不能走掉 然而总统这头温和喊话 日本方面早就是磨刀祸祸 现年70岁的钓鱼台岛主 立元国企早就已经放话 投资失败付在40亿日元 折合台币大约是15.6亿 谁肯出钱就卖谁 东京都知事 十元圣太郎 集资买钓鱼台 不论是从历史 地理 地质 使用 或者国际法 钓鱼台列宇呢 都是台湾的疏导 刻意走情理法路线 搬出了历史条约 钓鱼台议题 绝对不能再衍生民怨 专线理事件 诸汉与台北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马总统在这个时机点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东海和平倡议 而不过这样提出来的之后 中方跟日方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总编 是 我觉得第一个 马总统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倡议 基本上有他用意的 第一个 他是在所谓的中日合约 签订60周年 生效60周年的一个纪念会上 所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在那个中日合约他是非常确认 要把澎湖台湾要交还给中华民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特别说了这一点 那我觉得是有他时效性的 第二个 对于马总统过去成长的过程 我们都很清楚 他其实真的是一个保调健将 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保调总统 应该丝毫不为过 只不过真的 所有的外交基本上还是实力原则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对于日本也好 对于中国也好 他都会冷处理 那可是我觉得马总统这个时候 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有他的一个想法的 第一个 他必须要明确表态 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起 你说如果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起 第一个对内会有争议 第二个对外 外面会认为说 你两岸是不是统一了 所以他的政治顾虑必须非常多 所以他表态之后 已经有清楚立场出来 那中国大陆对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相信是肯定不会接受的 因为中国大陆对所有的主权问题 是丝毫不让 钓鱼台就是所谓中国的 OK 这是他们的基本态度 所以对他所谓的和平开发利用 中国大陆绝对不会这样提 那在日方的态度呢 日方的态度一定冷处理 因为他对台湾可以完全不管 你看我们今天海盐号 海盐二号 在进入钓鱼台所谓的 那个经济海域 马上被驱赶 这马上又是一个回应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也好 对日本也好 他对台湾的所有的一些说法 其实是我们马总统的一些说法 他一定是相应冷处理 那对中国大陆 有更多顾虑两岸关系 他可能完全不做回应 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 在意料之中 不过马总统 他在某种程度 在这样的实体点 做出这样的宣誓 可能是有一个必要的举动 绝对有必要 他如果不宣誓的话 中国两国对我们的态度 是不清楚的 好 我们今天谢谢总统的点评 而接下来新台湾 星光大道要讨论什么 我们该把时间交给千玲 好 林书华回到台湾 先起一阵旋风 走到哪里 风到哪里 走到哪里 大家都一直还要继续问到哪里 我就知道一定会问啦 到底是哪一国人 这个问题还要再问多少年 多少次 给什么样的答案 才能够停下来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别忘了 两个人 好 这一阵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